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邻台东市的富岡海边 有一处世界级的地质宝藏 学术界称作富岡沙岩 长约八公里的岩城 全是道转的岩城 欢迎来到颠倒世界 富岡沙岩壮丽无比的海识地景 吸引无数游客的目光 又有小野柳的美称 这里遍布的豆腐岩 清晰立体的几何线条 宛如抽象画大师的杰作 富岡沙岩事实上是曾经身为在地底下面 数百公尺到数公里这样一个深度 那当这个岩体慢慢慢慢抬升起来的时候呢 之后会产生很多很多所谓的解压的解理 那我们看看这些突入的线条 一个框一个框呢 切个这个岩体好像一块豆腐 一块豆腐 富岡沙岩市国际地质研究与交流的亮点 地层在板块挤压的过程中上下颠倒 地质学家称作倒转的岩城 台湾就是板块碰碰撞区 所以岩石会在这种碰撞挤压 碰撞相关的地质构造里面 它会产生折皱变形 所以地层可能会折皱变形 会整个转过来 地层的倒转 还可能跟立即混同城有关联 沉积在海底的泥岩城 因为板块碰撞 混进很多外来岩块 称作立即混同城 立即混同城遍布海岸山脉南半段 一百公里 大概一百公里长 然后一二十公里宽 这个大范围内 那富光沙岩应该只是 这个立即层里面的一个小片块 它原来沉积的时候 它是很接近水平 所以让它掉到滚动村里面 你整个地层会翻过来 经过地质学家的研究与爬梳 发现岩城倒转的证据 一一揉刻在岩石上 沙子沉积的时候 会跟这个水流作用 会让它有一定的排 跟水流方向的排列是有关的 沙子沉积的时候 受水流方向影响 就会产生一条一条平行的波浪纹 地质上就叫交错成立 当它沉积的时候 新的地层 常常会把旧的地层的上层截断 盖在旧地层上面 所以后来因为地层翻转 就成为颠倒的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 我稍微做补充一下 当水流把沙子大量的带来沉积的时候 由于重量的关系 粗颗粒的沙子 就会沉积在细沙的下面 形成由下到上 粗沙到细沙 颗粒分歧的排列 这地质学上我们就叫做粒极层 在这里富康沙岩 由于地层翻转 呈现的是颠倒排列 所以由下到上 是由细到粗 不是由粗到粗 这个翻转有它在地体构造上面的意义 这个翻转有它在地体构造上面的意义 证明这个石头 这一部分的地壳 持续在千万年的时间 跟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的 持续受到大地构造的作用移动 那见证了我们这个石头 是经历过千万年 几百公里的时空的压缩 呈现在我们现在的面前 游客来到富康沙岩 除了领略沿沉倒转的奇妙 还可以欣赏丰富的沉积构造 像岩壁上有趣的圆弧 地质学家称作脱水构造 然后怎么会有这样子半圆形的呢 这跟这个它的重力作用是 粗细颗粒的沙子 让它们一起沉积后 沙层常常被上下不透水的泥层所夹住 然后它是还没有完全固解的 所以粗沙粒的颗粒间隙里面是含有水分 那当有大地震的时候 或者是当有大量沉积构 一起很快覆盖在上面的时候 沙层里面的水就会受到摇晃跟挤压 水就会往上冲 然后也把沙层往上带 这时候就会在上面顶端出现一系列 有规则的小圆弧 其实地层翻转的故事还没说完 随着地层上升 巨大的珊瑚礁群覆盖在上面 然后在岁月的桥手下 抬升到今天的高度 越高的这珊瑚礁 年纪是越老 所以这表示说 实际上它的年纪是不一样的 越低的珊瑚礁年纪是越年轻的 珊瑚礁形成都是在离海平面的高度 随着地壳延时往上抬升 数千年的珊瑚礁已经抬升到数十公尺高 数百年的珊瑚礁现在没有抬升这么高 但是也抬升到数公尺高 碧海 蓝天 丰饶无比的地质景观 富刚沙岩有说不完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